我在這個七月初的時候還問他們 他們還說對 大概就是這個狀況 結果核貸下來之後呢 給我的利率是2.29 而不是最低的2.18 現代令之亂稍不停 好多房貸族苦哈哈 已經不是首購族的律師黃子清 同樣備受衝擊 他可能沒有很直接要求銀行說 你不准貸款 但他提高銀行存款準備率 這是事實啊 那這樣就是變相的在現代 怎麼會沒有現代的事實 四年前黃子清買了全新的預售屋 現在準備交屋 本來的利率談到地板價 百分之二點一八五 年限三十年 不過在現代令衝擊後 八月中旬才被通知 利率拉高到百分之二點二九 還款年限拆成兩筆 分別是三十年和二十年 但對比身邊的人屢屢身帶卡關 自己的困境已經不算太嚴重 我身邊有蠻多朋友會遇到 就是說銀行拒絕送件 然後或者是說利率提高 甚至到超過三趴等等的 這樣的狀況 那未來房價萬一又提高 那對於我現在已經 下訂或斡選的 或者是已經簽約的這個房子 那就有可能買不到啦 有的買成屋 買預售屋 近期還被銀行拒絕撥款 不過說到最慘烈的 還有桃園市的青浦特區 就有買家血淚控訴 自己全成了房貸難民 在疫情時期入市買房 明明十天內就要交屋 已經核定的房貸被取消不說 無法交屋 還可能遭到建商沒收 銀行的放款水位沒有辦法 在短時間之內很快的下降 讓民眾有能夠來升貸的話 可能後續的整體的市場的買氣 可能會因此稍稍的降位一些 房仲坦言這波現代令持續下去 房市交易量不再熱絡 三戶買家 小建商 都可能成為重傷害族群 現代令風暴正在蔓延 房貸族只能步步為營